我也很想变瘦 可是世界上好吃的东西那么多 每天都有这样多好料 等着我就是 怎样办 我都不要想减肥 哈喽大家好 我是Zi 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是不是开始向恒发展了 那今天我就要透过这个影片 跟大家分享到底要怎么样 瘦的健康 现在很多人想要变瘦的原因 都是因为爱美 没有瘦下来 都不知道自己原来那么好看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肥胖和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人肥胖其实就会增加他罹患癌症 以及慢性疾病的风险 那其中就有包括这两种最常见的癌症 有癌 肠癌 以及两种最困难治疗的癌症 疑腺癌 食道癌 肥胖也增加了罹患这个心脏病 以及糖尿病的风险 现在的人 你走在路上随便碰到 审格里面有9个都是吃货 每个人都想要吃惊全世界的美食 可是却没有人想要成为胖子 那么疫情期间 在家里关太久 一个不小心就会吃到太丰富 大家就会开始担心自己的体重飙升 脸越来越圆 肚子越来越大 腿越来越粗 那你就会问我怎样办 其实我也很想要变瘦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人为什么会变肥 其实一个人的瘦与肥很简单 就在于一个人每日摄取的卡路里 那如果你的卡路里摄取量 多过你一天的消耗量 就会增重 相反 如果你的卡路里摄取量 低于你一天的消耗量 那你就会减重 那么问题来了 人一天需要多少卡路里 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需要摄取的卡路里 也在跟着改变 女性如果一天长久坐着 可以消耗1600到2000卡路里 男性的话 如果一天长久坐着 也可以消耗2200到2600卡路里 那只要你摄取的卡路里 没有超过这个标准的话 你就能够控制你的体重 多人会觉得没有关系 我有做运动可以多吃一点 对没有错 做运动可以帮助你消耗更多的卡路里 但是你知道吗 做运动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燃烧的那么多卡路里 那么一个人步行一个小时可以消耗150卡路里 慢跑一个小时消耗350卡路里 那如果你一天步行了1万步的话 每天消耗大概450的卡路里 那另外一边我们来看一下 食物的卡路里含量 一片巧克力的饼干 就含有160卡路里 需要步行一个小时以上 才可以消耗掉 那么一杯珍珠奶茶就有450大卡 需要步行1万步才可以把它消耗掉 当然我不是在告诉大家 不要做运动 做运动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做的 因为做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脏 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同时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运气 此外 淋巴在身体里面的唯一流动肚脂肪 是透过我们肌肉的收缩 所以当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 同时也在帮助我们淋巴系统的循环 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让身体更加健康 所以说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脏 健康非常的重要 但是要达到减重的话 还是需要靠我们的食控制 今天如果我们要追求健康的话 我们就需要更好更有效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 首先第一我们可以使用的就是这个蛋白质 那我们人如果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的话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长时间维持保育感 在选择蛋白质方面 我们可以选择植物性 因为它的蛋固醇 还有它的脂肪 也比动物性的蛋白质少很多 这个例子就我们这个发动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 如果你还是管不住你的嘴巴 这样要怎样办 不用紧 我们来退一步思考 如果你没有办法戒掉你目前的有时的话 这样不如我们增加你的纤维摄取量 那么摄取足够的纤维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饥饿感 也可以帮助我们使用更多的发起食物进到我们身体里面 那么纤维又分两种 水溶性以及不可溶性纤维 那么水溶性纤维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胃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者 可以阻止这个胆固醇以及脂肪的重新吸收 那么飞水溶性纤维其实就像我们肠胃里面的烧把一样 可以帮助我们大肠运动 把垃圾毒素排出去 人一天所需要摄取的纤维量 其实在28到30克左右 但是现在很多人 其实一天他们摄取的纤维量 只有差不多15克左右而已 那么28克纤维量是什么概念 举个例子 一颗带皮的苹果 差不多有2.8克的纤维那么多 也就是这样 你一天需要吃10克苹果的纤维量 你才可以达到一天所需要的纤维量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 阳车钳子 其实就是植物界里面 富含非常高纤维的一种植物 它每100克里面就有78克的纤维 如果拿阳车钳子 还有我们的老人脉 也就是燕麦做比较的话 阳车钳子的纤维量 是老人脉的7倍那么多 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平时吃的白饭 其实几乎是没有纤维的 我们除了要使用各种各类的蔬菜水果 从中摄取纤维以外 其实我们也在摄取不同的脂肪要素 因为其实不同的脂肪要素 可以滋养我们的细胞 以及免疫系统 这样你抗力变好 预防疾病的能力更好 身体才会更健康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知道 想要瘦身 除了做运动以外 肚子的控制 也是减重的关键 如果你说你真的戒不掉 你目前的饮食习惯的话 那就先从增加你每天摄取的纤维量开始 你不是垃圾食物吃太多 你是因为纤维吃的不够多 那么我自己平时的话 就是使用这个soy green 当做我每天的早餐 soy green主要成分就有 大豆 养测前脂 以及十多种的蔬菜水果 那就提供了一天所需的 植物性蛋白质 植物性纤维 以及一天所需要的植物凉素 最后想要平和健康 我们就一定要配合着 健康的世代养测之道 适当的运动 充足的休息 平稳的情绪 正确的营养 那今天影片的分享就到这里 之前我也做了一些 关于营养品医学以及保健食品如何选择相关的影片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影片下面的链接点击了解更多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你有学到东西的话 希望你也可以帮我like and share 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这方面的资讯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一起活着更健康 By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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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